今回是7月2日的BOSS 第四日 出發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果金 今天我們要介紹 打BOSS的21天的活動 首先我們打開別的默契 先把遊戲進來 那目前BOSS 來到了第14天 我們打開我們的商城 看一下14天要打的 第14天要打這個死亡騎士 那他的重點寶物有 死亡騎士的獵炎之劍 還有紫棋拳套 跟輪格雙刀 還有這個 傳說技能箱跟英雄技能箱 好 直接買啦 買了之後我們馬上就繼續打 先吃著龍珠 然後不會再噴著寶物給我 那紫棋的 終於沒距離的 還有地獵 先把小怪推掉 這小怪是十八鍋 還有兩隻 又被通運了 還有一隻 一樣我們先繞直圈圈 讓大家看一下 轉騎士用哪些技能 這紫棋是A社的紫棋 這什麼東西啊 地獵要閃電喔 地獵要閃電喔 這炎樹 地獵樹 沒有這個閃電的地獵 那烈炎樹是不是 那個結帳的火焰啊 對 暈人的機率蠻超人 對 暈人的機率蠻超人 那我這個獵地 還有一個獵地 還有一個獵天術 有暈人 還有這個閃電的地獵 還有這個閃電的地獵 再繼續打 欸 第2B出來了 壓 把牆壞掉 再繼續打 欸 感覺A社的紫棋 很爽 他的劍不會乏兩而已 是黑色的劍 燃燒的那一個感覺 沒有那個火焰出來 沒有那個火焰出來 對 我不太過了 被雲下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不知了 阿 一直渴望 銅卷 硬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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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攻擊卷 龍珠 劈卷 好 今天沒有分什麼寶物啊 帶一個硬幣我們就可以桌集到全套了 就是兩個戒指 還有這個 下鍊的腰帶 好 應該是明天了吧 好 我們的介紹就到這邊啊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拍照 謝謝大家 拍照 謝謝大家 拍照